大家好,我是张鑫 今天又来跟大家谈谈健身房 我去健身房已经四个多月了 四个多月前曾经聊过去健身房的好处 今天晚上去了健身房又有一点新的发现和想法 所以也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我去的健身房啊 叫做世界健身俱乐部 叫做Wordream 嘿,我今天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那个以前公司同事年轻小妹妹打电话给我 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把它戏称为Wordream 也就是我做那个A菜新的卧具 我想,老板你去卧具啊 我说什么叫卧具 我去的是Wordream 他说不对不对,我们都叫他卧具 嘿,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新发现 第二个发现是 我平常去健身房啊 都是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 也就是送小孩去学校之后 就直接跑到健身房去 运动完之后再回家嘛 一整天觉得神经气爽 今天啊,我是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才去健身房 嘿,还真的有新的发现 我发现晚上的人啊 比白天大概要多三到四倍 我早上七点到九点 感觉人比较少 运动起来比较悠闲 比较自在 而晚上去的时候就觉得人非常多 但是还是不需要在那边排队等器材 但总觉得有一种竞争的心 看到每个人的身材都这么好 而且都热爱运动 嘿,自己不自觉的也会开始多运动一点点 也会把那个强度稍微增加一些些 毕竟物竞天则是我们的天性 我们就是喜欢跟别人竞争嘛 偶尔眼睛瞄一下 隔壁女生怎么重量比我还重 嘿,面子问题 虽然没有人看 但自己也不自觉的多做了几下 也把重量稍微增加了一些些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发现 第三个发现 就是我前几天不是有一个题目在说 放下我值方能得到 也就是在泡那个SPA的时候 我们那个健身房的SPA 它就同样有五个位置到六个位置吧 你按了之后就会有那个按摩水柱跑出来 而这五个位置啊 五个有水柱的位置 其实旁边都有一个按钮 它里面开关是一样的 不管哪个人按了 它就是同时这五个水柱都会喷出来 停的时候就是同时停 所以这五个按钮其实是连通的 前几天我不是说了吗 坐在那里闲着没事 就喜欢胡思乱想 就看到别人不按 我也就刻意不按 然后觉得人家不按 我就觉得越来越烦 怎么明明停了他不按 每次都是我按 可是前几天 我们不说了一集 放下我值方能得到 把这个事情抛开之后 我今天特别坐在那个地方 只要他一停我立马按 只要他一停我立马按 平常没人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嘛 没有人坐 只有我一个人在那 他一停我就按 他一停我就按 今天晚上人多 三四个人坐在那里 我一样 他一停我就按 他一停我就按 嘿 这个时候心里还真的豁然开朗了 过去坐在那边 总觉得心情不愉快 为什么他不按 为什么老是我按 为什么等了三秒 他还不按 他到底是不会按 还是不想按 还是想占我便宜 今天啊 真的 放下自己那么一点点坚持 和胡思乱想 整个心情就开朗了起来 嘿 一停就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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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怎么想 咱不知道 但我自己觉得 舒坦很多了 这是我今天的第三个发现 第四个发现 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退休了嘛 大家都知道 整天待在家里面 可是人总有 不想待在家里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心里烦 就想出去外头走走 可是到了晚上 又能去哪里走呢 就我们以前 没有在健身房的时候 晚上要不就去咖啡厅 可是现在年纪大了 晚上喝咖啡 晚上睡不着觉 去了咖啡厅嘛 又觉得那个环境 好像太安静了一点点 就觉得坐在里面 不大舒坦 再不然去麦当劳 麦当劳 现在价格也越来越贵了 而且感觉那里面 是属于年轻人的地方 觉得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 再不然去路边摊 坐一坐喝个小酒 可是开酒不开 开车不开车吗 喝酒不开车 咱也不想到那个小酒馆 或者比较吵杂的地方去 更重要的一点是 那里花钱花得多嘛 你看咖啡 麦当劳 或者是那个到小酒馆 或者路边摊都得花钱 出去走走花个钱 那么心情更不好了 出去主要是散散心嘛 我发现了 如果有健身房的会员 反正他是不计次数的 到健身房去 还真的是一个逃离 或者是离开现实环境的一个好地方哦 去到那里你看到很多人在运动 你不自觉的也会跟着运动 运动会增加脑马飞的分泌 你运动完之后流流汗 你总会觉得心情开朗了起来 很多烦闷的事情 嘿 瞬间就把它给忘记了 当然回到现实环境 可能又会让你有心烦的那种感觉 不过至少那一段时间你是开心的 再来运动完之后 泡泡澡 他一旦真的休息一下 他就得到了一个身心灵上面的舒展 更重要的是 你不管去哪里 回到家还得洗澡 去健身房 泡完之后 热水澡一洗 回到家 神清气爽 早也不用洗了 整个人觉得开开心心 舒舒服服的 睡个觉 明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今天晚上啊 真的去了健身房 我发现晚上去健身房 感觉还是不一样 这四个新的发现 也跟大家分享咯 张心漫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今天第一次晚上去健身房 觉得挺不错的 各位好朋友 那咱们明天见 拜拜